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题 咱们说一下布斯克斯加盟迈阿密国际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传出来好久,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 但是当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在说,还是让人兴奋不已 那么布斯克斯追随美球王的脚步,加盟了美之联 那么梅西和布斯克斯也算是老友好友重聚了 那么这就让我们更加期待 7月21号,梅西在迈阿密国际的首秀 因为我们都知道,麦阿密国际现在状态和战绩并不是太好 他位于他们这个半区的倒数地 但是那又如何呢,对不对 布斯克斯来了,梅西降临,球王降临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梅西的带领下 在布斯克斯的辅佐下 那么麦阿密国际在新的比赛周期里 我感觉他们应该能够有亮眼,好的,高效的这种发挥 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布斯克斯 其实布斯克斯上个赛季还是巴塞罗纳的队长 那么他上个赛季带领巴塞罗纳强势重夺西甲冠军 在这个重夺西甲冠军的这个过程当中 布斯克斯所领先的这个中控场啊 我认为是发挥了相当关键的这个作用 因为我们看数据就知道 因为这个巴塞罗纳为什么能够夺得西甲冠军 其实他这个进攻啊在我看来也就是一般般最主要的巴塞罗纳 他上了赛季防守很好,防守特别好 所以说呢,作为那支球队的队长领袖核心 我感觉布斯克斯的战斗力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说要加盟美之联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还是跟年龄有关 对不对,还是说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 如果说还是继续维持高强度的这种比赛 你日常的这种训练啊,包括体能啊 都要做很大很大的这种储备 那么布教授呢,可能也是想明白了 对不对,打了这么多年仗 难道我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当然可以享受了 我感觉啊,这一切啊,都是要从几个月前 他和阿尔巴在巴塞罗纳和梅西他们聚餐 我感觉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事情 应该是商量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当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 我就感觉四个字,水到渠成 梅西呢,加盟迈阿密国际 球王降临,布斯克斯紧随球王的脚步 我感觉呢,老有成续 而且对于梅西来讲,我应该感觉特别开心 在迈阿密,有一个老友,老伙伴,老伙计 是不是,甚至说是铁哥们 我感觉这个,感觉太棒了啊 这更加让我期待,梅西在迈阿密国际的首秀 好了,我是超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